哎呦 聊世紀 天天榮幸 大家好 我是MAYO 今天來看波斯人對上我跟地人 這場比賽也是競技場的天梯地圖 OK 先來介紹一下波斯人這個文明 波斯人最大的特色是城鎮中心的工作效率 從PAYA時代開始就5%的加速了 到了帝王時代時可以加到20% 非常的誇張 那城堡時代時可以多開TC的關係 可以讓波斯人在城堡時代 擁有最快的經濟增賞速度的效果 波斯人他沒有遊俠 但取的帶子是薩瓦爾 薩瓦爾的話血量是比遊俠少15滴血 但是遠防多了一點 攻擊速度比遊俠快了0.1 所以波斯的遊俠其實也不算弱 我個人認為是有點偏強的 但是遇到駱駝果的話就有點難打了 波斯人後期也可以打這個免金工兵 這個奴兵不需要黃金就可以製造 但是需要耗費額外的木頭 波斯人後期還有最強的波斯戰象 也可以考慮使用 現在波斯戰象在實戰中 也算是不可或缺的一環 也不是說完全不能用的東西 接下來介紹一下伯公帝人 伯公帝人的特色是可以提前一個時代 升級1級農級木 到了城堡時代可以升三農三木 而且他升級經濟科技時 也有折扣的效果 那伯公帝人後期還有伯公帝葡桃園 可以讓每個農田增加一點黃金 大概25片田 約為一個生物的黃金產量 所以伯公帝人在經濟場 如果能拿到三個生物的話 就等於是自己有五生物的效果 所以伯公帝人在經濟場來說 還有越南這類的文明 都不會算是太差的決定 覺得還是要看打法 那伯公帝人後期還有速成遊俠 雖然他的品種沒有品種的關係 所以遊俠只有160滴血 但他的馬舊科技都是半價的關係 所以遊俠可以更輕鬆點下去 那城堡時代也可以升級為重裝騎士 做一個攻擊力的壓制 因為重裝騎士比騎士多兩點傷害 這場比賽沒有意外的話 兩邊應該都是一種開農路線 兩邊的前期都不是太強 除了波斯以外 波斯有TC爆 但波斯人在打經濟場裡面 是沒有TC爆這個選項的 所以 這裡看起來兩邊都是一個開農路線 那我是覺得伯公帝人後期的 火器單位加25%的攻擊力 在打經濟場來說 效果其實蠻不錯的 所以這邊看起來 波斯如果沒有打波斯戰相的話 那種決定性的壓制歷史 伯公帝人可能會暫時稍微 站上風 但波斯這個文明也有重裝駱駝的關係 所以有沒有到非常上風也不好說 那以純龍角度來看 波斯人也並不會輸給伯公帝人 所以如果波斯真的想要贏的話 可能就是要多打一點這種決定性的兵種 那伯公帝這邊可能就是要搭配革命一波 然後火槍火炮 快速推進 然後再搭配一些遊俠 像我們前幾天 上傳的Viper 196兵力的伯公帝一樣 那個打法真的是蠻肯的 那那個打法要出現的話 蠻吃遊戲節奏的 好這邊看到伯公帝人這邊是 八個人伐木 那道特這邊呢 是八個人 然後這邊上個龍蛙鯨 正常的配置 撒了三片田 那最近道特打天梯的次數還蠻多的喔 跟以前比起來 道特最近好像有 變成不死鳥的感覺 這我們的四季長青術 道特 他最近天梯也是打得很兇 來看一下道特對於競技場有什麼想法嗎 波斯競技場 好這邊是正常的馬舅配四季 然後待會要升城堡時代 然後再補一個修道院 跟城鎮中心 那伯公帝這邊升級上去之後 是打了馬舅 好兩邊都是馬舅 那伯公帝人應該還是會去盡力爭取聖物喔 因為剛剛我們說到 只要等到拿到三格的話 後期基本上就是五聖物起跳了 好這裡等一下城堡時代升級 兩邊升級差不多 波斯這邊稍微有點多事喔 因為他這裡工作效率很快的關係 所以時間上升級本來就會比伯恩帝還要少 這也是波斯最強大的地方 升級時代也很快 雖然沒有比馬來那麼快就是了 好這邊開始按赤猴了 有一些肉就開始升 升一些赤猴出來 這邊通常馬舅開局會有分子喔 一種是按了赤猴之後 會去按輕騎兵的升級 然後或者是先趕快點惡農阿 或是惡木的一個打法 或是直接趕快開下 開下第二個TC 好但這邊是選擇了先升跑速喔 沒有先升輕騎兵的升級 好 OK開始出現分子了 城堡實在開始喔 競技場 雙方才會有不太一樣的表現 好這邊持有過來 想要繞一下 那在這個地方喔 要注意的地方是 哪裡的聖物喔 在地圖上面消失喔 那個地方就是 代表聖女拿走聖物了 這時候就要趕快去反應喔 去攔截這個拿完聖物離開的聖女 好道德這邊是決定先不出門 看到這邊七騎兵數量夠多 那現在其實道德可以在 一隻下面一隻上面喔 找個機會去撿一下 然後用赤樓超去站崗 好兩邊小打小鬧一下 然後這邊趕快開下第二個城鎮中心 競技場最難地方就是在這邊喔 要邊打邊喔 然後還要邊控升旅去招搶對方 好這邊七騎兵終於補下 道德這邊是沒有點下二級目喔 就去升這個七騎兵了 還在招 有機會招搶得到喔 好招到兩隻 OK 兩隻之後招搶到 那這邊七騎兵剛好也升級上去了 對方伯地人 雖然打死了道德的兩隻生侶 然後也順利撿到了一個生物 但現在落馬數量嚴重不過 好啦 這邊殘血的七騎兵沒有拉回 有點可惜 送掉了一隻 那這邊清騎兵殘血的話 回家補個血喔 大衛可以再出來繼續打 那你這邊再按更多的肉馬出來的話 會讓你斷層斷的很嚴重 像是剛剛補個地人 售掉了這麼多馬 他這邊要補馬的話喔 3TC必然是不能開這麼快的 而且臭泥樹會稍微落後起來 那如果硬補的話 臭泥就會開始有點尷尬 難點難點 好這裡剛剛是賣了100石頭的嗎 怎麼看起來沒TC 要來挖一下石頭 不然就是直接用買石頭的方式 好到頭這邊看到對手補清奇兵 就意味著自己喔 有這個聰明上的優勢 他應該不是3TC開 可以這樣判斷 因為3TC還去按肉馬很容易斷層喔 好那到頭這邊判斷說 喔你爆冰 那我也稍微爆一下冰 跟你對打一下 下面這個生物有機會拿得掉嗎 目前對手沒有打算要趕快來拿 欸 這一隻生女難道是要拿最遠的嗎 走一個最遠路線 OK下面這隻生女看來要被抓到囉 有預感的樣子 簡單 撿起來就倒地 哇撿最遠的 道德相當的有想法 極具貪心 好那對方應該也看到上面生物的白點跟消失了 但沒有第一時間想要來抓 反正是等了一下肉嘛 雖然來到了九隻才開始往前推進 好那下面這邊也來抓一下有沒有來撿生物的生女 但沒有 反而讓道德的青旗兵分開了 這邊拉一隻青旗兵過來 後面生女來得及出來救一下嗎 好應該看到了 好去追 趕快出來的生女招翔一下 砍死一隻 後面這一隻有機會再兩刀 又拿下一隻 搞定道德這邊直接把青旗兵往後拉 不跟對方打 判斷是非常正確的 對方弱馬數量太多了 但還好 這個生物兩個都離得家裡很近了 這兩個應該是確定拿得到了 好這邊趕快按一些駱駝 好最後青旗兵數量到的上是有點弱勢的 血量不是很多 所以趕快出一隻駱駝反擊回去 好駱駝出來開始有載之力了 兩隻駱駝兵殘血要不要拉回家 剩6滴了 OK 生女繼續按了 好3TC終於補下了 好駱駝地這邊3TC也開了起來 村民樹現在還是波斯領先喔 波斯這麼晚下第三個TC 還是有這個村民上的數量優勢 好最終是拿下了左邊這個生物 好這裡沒有撿 不知道是不是超弱失誤 不撿嗎這個生物 青旗兵還在看 欸你出來了我就過來了 摘一刀 尷尬 怎麼辦怎麼辦 DOT這兩個生物你要怎麼撿回來呢 路途再按個幾隻如何呢 那現在DOT這邊的黃金配置喔 黃金的人並不多 所以現在有點缺金喔 按駱駝又要按生女的話 還是要直接去臉上撿聖物 好收掉這隻生女 青旗兵直接集火駱駝 駱駝直接被點掉了 唉呦 補根蒂這邊可以拿到這個聖物 應該沒問題喔 好 在你面前撿聖物 青旗兵過來 有神聖思想嗎 沒有喔 兩刀可以解決掉一隻 生女應該沒問題 好稍微繞一下 一隻 兩刀 搞定 招想到了青旗兵 趕快拉回家 駱駝 要出門嗎 幫對方開門 不要 這邊想要衝進去 但沒機會 那邊細節真的是打好打滿喔 好這個聖物應該道德不會輕易放棄 下面這個聖物順利拿了回去 好這時候不跟地人點下帝王時代喔 速度非常快 現在才幾分鐘 哇靠 25分點帝王 3TC就是這麼快點帝 那沖場這邊點完帝王時代喔 可以馬上趕快再開第四個TC喔 不過第五個 直接把經濟直接拉到最好 那像是伯根帝人跟西班牙人喔 都比較適合這樣的流程 是因為 欸 這裡怎麼有個洞 剛剛自滴嗎 為了去撿生物 哇 讓對方落馬溜進來 但還好 兩隻駱駝鎚應該是能打得贏 這邊是斜面要趕快繞了 好這裡又補了一個城鎮中心 哇 這裡是5TC Kino 好 好這個生物應該是拿到了 最後是DOT拿到了3個生物 好 升到帝王時代的伯根帝人 想要來前鴨寶 這邊鴨寶能夠鴨東阿 這邊看一下兩邊的細節操作 這裡忘記點織布技術 哇你不知道阿 要不要滴駱駝 不滴 直接硬砍 哇漂亮喔 駱駝直接活得下來 這邊趕快卡位 用純米來卡 要蓋房子嗎 哇被敲下去了 尷尬 這本還是貼得上去 好但對方駱駝 沒有織布差很多 這頭織布才點下去 你要前鴨寶沒有點織布 博文帝人這邊的miss slash太大了 好這裡趕快再蓋一根堡 阻止對方把這根塵堡蓋起來 這邊波士只要繼續按駱駝 應該能打得贏 好好趕快趕快 趕快這邊繼續敲 駱駝趕快敲 這邊招駱駝 招哪一隻不知道 先把村民敲完就對了 哇 直接在道特面前上演道特寶 頂級的 拉了更多村民過來 好死 很堅持要 好 三七七兵這邊也是砍得很開心 那一村民事實上來說 道特有數量上的優勢 130村民 想拉多少就拉多少 這根堡現在來到66% 道特已經來到77% 整整多了10%出來 好兩邊還在努力的打村民 OK 都應該好了 先射村民 完了 哇 這根堡還有82.9% 最後沒有蓋起來 還是其實還有機會 88% 89% 哇這個射身旅 吸引到了非常多的箭矢傷害 還是這邊點不到了 哇 點不到了 最後還是蓋好了 這蓋的位置有點稍微小小的尷尬 OK 升到地龍時代趕快按巨型頭司機 後面可以趕快轉火炮 因為化學已經研發好了 火炮趕快升 那待會道特這邊即使由這個巨頭出來 也會瞬間被火炮給解掉 那波斯這邊是先轉出了波斯公兵 我以為是直接按這個波斯戰相 那波斯戰相又會被聖女招想 這確實有點麻煩 好波斯公兵點下了 待會道特這裡呢 工兵單位喔 不用黃金 木頭多一點 一直按 那波克恩第一這邊是打火槍開局 火槍的話現在是17加4 21點傷害 增加25%傷害力 攻擊力高達21 這個就是宛如土耳其精銳火槍兵的概念 精銳的話是22點 所以精銳土火還是多了一點傷害 而且血量上比火槍兵多了一些 但火槍兵打破兵有外增傷 精銳土耳其火槍兵是沒有的 但精銳土耳其火槍兵的開火動畫是0的 所以他可以突然順發火槍 非常強 這也是精銳土耳其的一個優點 那現在博恩帝人想要繼續壓制對手 火炮跟城堡還有巨頭 把這個修道院三個生物給打出來 波斯繼續按更多的奴兵 那我現在不確定到頭有什麼想法 這裡可能要補魚跟城堡 然後把這個聖物往後搬一下 好完了 聖物要被幹走了 這隻生魚要立大功了嗎 撿了就走 舒服 後面生魚 可能會被後面的弓兵給攔截住嗎 下面補了一個新的城堡 道特表示你在這邊進攻沒有關係 我直接從下面擴張出去 好有丹道學 這邊工兵只有七隻隨便包隨便打 後面還有火槍幫忙輸出 這些工兵應該很快就倒光了 這時候點下了三級的工兵鎧甲 我覺得工兵鎧甲其實在這裡沒那麼必要的感覺 可以趕快存點黃金去點薩瓦爾升級 可能會更好 好那也沒關係 道特先點下去一定有他的理由在 最近這些工兵都不需要黃金 唉唷完蛋火炮過來送 好了 道特有看到嗎 有 一發兩發點掉 再來 但是這邊火炮預判點掉了一些 弩兵的數量 但弩兵不用黃金 OK再點掉一隻火炮很好 好 好生物還是順利偷了回去了 好回頭打個一發預判 三隻奴兵能夠射得掉嗎 回頭打一發解一隻 但最後火炮三台都被換光了 這樣道特就很賺喔 這邊至少賺了六百黃金 那這裡一個黃金都沒有少 損失了只有木頭 但競技場地圖 最多的東西就是木頭 儘管換 沒關係的 還出了一台衝車去吸引火槍的傷害 有料 這裡怎麼還有巨頭 撿個巨頭如何 撿一下 舒服 好普光地獅這邊轉出了大洛馬 這個大洛馬血量也是偏少的 沒有平種 這邊生物要來撿了嗎 有 OK 那暫時解掉對方攻城器械之後 道特要出城堡嗎 其實現在這裡中間衝進去 被騎兵鬧了一波也會很難受 好但下面越開越多了 這個馬舊還有 城堡 不問題這裡不進攻中間 是覺得下面這裡有點危險 好 至於經濟終於來到一百勝三村 反正道特這邊超狠 162 150村戰術 再現 太無情 好這邊先點掉一個 薛王力清奇兵 最後點光 薩瓦爾出來 薩瓦爾直接屌打工兵 打工兵有外增傷效果 兩刀一隻戰毛兵 欸貼不到 欸也有兩刀 我攻擊力還沒升 呵呵 我想起碗怎麼這麼癢 OK 攻擊力差了4點傷害了 好這裡火炮直接被奴兵點掉 OK 傷害很高 瞬間點完 奴兵的傷害也不差喔 一下還有8滴 而且射擊速度比戰毛兵還要快 到底是不需要黃金啊 傷害值也比戰毛兵多了一點而已 戰毛兵是7點 魔兵是8點 這邊射火槍優勢很大喔 因為火槍沒有三級的弓兵鎧甲 這也被奴兵射 還有6滴血 6..8..10 6..16..36..36 6..8..48 欸 打7下就可以死一隻耶 好強阿 火槍 這個弩兵好強啊 直接貼在你的射箭場旁邊 要不要手點一下火槍呢 但火槍沒有打算要先射 這邊是直接要往上騎 拉走回來 薩娃爾這邊往後拉 十隻弩兵射光這邊的集結部隊 這些弩兵架子連城了 擊殺了這麼多的單位了 摩文迪一開始有點沒有辦法扛住 下面的三台距離投司機 趁機從下面突破上面這根城堡 這個城堡不正面突破相當正確 側翼攻擊 摩文迪這邊被打一個措手不及 但轉出更多的戰矛了 但只靠戰矛是不行的 薩娃爾現在很強 波斯這裡點下了三弓 薩娃爾終於要出現完全體了 這個生物撿到一半 但博恩帝現在黃金跳得很快喔 博恩帝存還有一千多 現在博恩帝人已經在想 這個要怎麼打 他在想要不要革命嗎 這邊革命會不會出事啊 這邊村民樹其實還不是很多 人口還非常多 控擋 不過要革命的話至少要補到5TC以上 可能7TC 8TC 後面補聰明會比較快一點 這一波打回去可能還有機會 但不多 有機會但不多 而且現在革命很貴喔 現在博恩帝人也點不起來 OK 波斯這邊是繼續往前壓制 換城堡全部拆除 好 要來攻擊城門囉 但後面這邊的產能不先解決嗎 這有點疑問喔 不解決後方產能 決定先攻城城門 好 博恩帝這邊很迅速的把城門 蓋了一些石牆堵口喔 後面有轉工程器製造所嗎 這裡待會可能要補一個 待會巨頭會越來越近 巨型頭C 好這裡有 這裡有工程器製造所 但是現在也不能出去喔 好這一個要再補 把這個石牆補一補 好 這邊看到 博恩帝人直接不交流 把自己關在家裡 開始往上進攻上放城堡 不能把這個礦區拿下來 博恩帝也會超級補的喔 OK 全部吃光 好這裡轉出了一些馬方輕裝兵 但只是稍微硬擊一下 看可不可以突破一些巨型頭C 看起來是有機會 要不要搭配裡面的火炮一起輸出呢 火炮現在出來 但是集結點怎麼是往後射 完了他們要搭配這些馬上輕鬆兵 如果跟他偷偷打一炮的話 這個巨頭應該是可以收掉的 直接把火炮拉到後方 這邊做最後的陣地戰 火炮又按了一台 左邊產能要全部消滅了 這裡要趕快補更多射箭場跟軍營喔 這邊城堡壓了過來 道德這邊打得很兇 黃金但不多 只剩下死四個人再挖 這裡要趕快拉更多人來挖一下 這個黃金跟石頭 競技場的資源是有限的 這裡兩台火炮出來 打個一發 但是 成效兵不佳 只砸掉了四隻奴兵 這四隻奴兵還不用黃金 這裡還有更多產能 但道德想要進攻了 後面的槍兵做到了一些事情 道德的村民直接被往後打 這邊沙瓦也在慢慢突進 魔力人這邊夾得非常緊 防守防得還不錯 暫時沒有太大的漏洞出來 水蟹不通 一進來就被戳爛 兩台火炮被修了回來 沙瓦的數量來到了三三隻 城堡把裡面的馬上清中兵 全部打噴了出來 後面的強奴 數量只剩下六隻 但強奴數量不是重點了 那我覺得還是可以去補奴兵喔 因為奴兵不用黃金 真的是香阿 這裡黃金要挖乾了嗎 剩下四百黃金 好 下方的城鎮中心 血量只剩下一點點 六十三十 哇被射掉 但火炮還在拆除喔 這樣火炮有五十點傷害 慢慢拆也是蠻快的 拉了一些薩瓦爾 過來解一下 但這邊是槍兵很多 薩瓦爾是解決不了的 這裡可能要拉奴兵過來去解 會比較輕鬆 跟省資源 波斯這時候點下了金冠祭祀 波斯城堡 減少25%的攻城傷害 火炮這樣拆就會拆得很慢 而且傷害會變成射火槍出來 好這邊的狙猜 先把伯恩帝修道運的黃金給打噴出來 讓伯恩帝產能黃金變少 但伯恩帝這邊是不是忘記點 伯恩帝葡萄園阿 看起來偏尷尬 黃金沒在跳阿 哎呀 完了看起來是沒點 不然照理來說 他這邊應該會有兩個聖物在跳的黃金 結果也沒有 後方又組成一隊過來 沒有把後面殘能完全解決掉 就會有這個問題 體能一直會從後面來 變成前後包夾 對於後方集結會有問題 好那這邊有下重衝進去 大砍硬波應該不是問題 下方這邊農體 沒有東西可以擋 怎麼辦呢 道特趕快上下溜一下 好這邊巨頭刺機衝進去 槍兵很大量 奴兵重新集結 上下跑 下面很多 喔有有在跑 OK 道特這邊抓得很漂亮 但這根保掉了 所以這樣村民可以從這裡出來 但出去也不知道去哪裡 外面的世界很危險的 牆內的生活 還是比較安逸的 出去很危險 但道特都在外面了 這裡有洞 真的要出去了嗎 沒有洞沒有洞 這個剛好擋住 哇 但少巴爾已經貼到左邊伐木區了 好 但右邊已經解好了 這邊有更多的挪兵 過來解下正面的槍兵數量 哇 道特這邊肉已經快要破1了 好 波紋地這邊死守 好像有機會擋下來 好 最後擋住了 剩下77隻的村民 肉類稍微產能下降了 這裡奴兵實用來到了57隻63 越來越多 哇 道成這時候點一下精銳 戰象的升級 難道要來地名逆鍋了 把波斯完成真正的馬來 發動地名 好 決定要在這裡補一根城堡 減少一下一直從後面來的一個問題 好 那波紋地人這邊聰明數 只能要7隻幾隻 應該是GG4密打了 而且沒多少黃金了 這邊稍微快轉一下 看一下這邊會怎麼打 感覺是進入垃圾時間了 好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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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邊槍兵36 遊俠 還不是遊俠 遊俠點不下去 哇 直接射進去 太狠 從中間 就這樣 進去 射射 然後再往後拉 射爆這張騎兵 哇靠 這就是 波斯的免金小弓 太強了 直接拉射 哇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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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POSE也沒損失任何一點黃金 全部都是木頭 到時候準備要給對手最後致命的一擊了 開除後方的建築產能 戰象集結 十之八九看到戰象即刻投降 應該是這樣子 把最後的黃金挖一挖 家裡有黃金可以挖一千多 這坨工兵終於吃完了 也打掉了非常多的單位 這打槍兵的速度還是非常快 拉射一下射外面所有的槍兵 戰象越來越多 十七隻 一進去就絕望 來啦看一下這一波 最後的搭配主持 POSE攻兵加上POSE戰象 絕望就是這麼的簡單 太絕望了 太無情了 好開始招降 有僧侶 但怕被攻兵射往後拉 斷招降 好 這邊洞口 有沒有打開 道德打得非常穩 還先點了一個前程 抗下招降 不然戰象被招降走 確實很麻煩 好彈伯尼這邊有遊俠 能射掉生侶嗎 兩隻都射掉的話 搞定 第三隻生侶過來 戰象襲來 來 怎麼輸 波斯完全體 波斯戰象 配免金小弓 戰象數量可達最高巔峰 慘能極限 34隻戰象 哇 戰象的威懾力太強了 直接突破大量槍兵 槍兵戳很久才戳掉一隻 波斯戰象 這就是絕望的滋味嗎 打出了 GG 太母親了 波斯戰象 一波帶走 好我們來看一下經濟 那經濟的部分是有波斯人 拿到了資源上的勝利 十五少輸了一點點 軍事方面拿到1.74的KD 博恩帝人這邊KD真的太慘了 雖然這遊戲的KD也不是重點 但是 博恩帝到了後期 這個地步 確實不好打 那剛剛 博恩帝如果中間往前衝呢 我覺得應該是有點希望的 就變成道特要把所有的 企業點往這邊衝 如果對方都往左邊衝之後 再開始慢慢砍掉這邊的軍事產 可能會更有優勢一點 感覺博恩帝人在中間這邊打破城門 城牆之後 並沒有繼續進攻 是個錯誤的選擇 那他這邊用什麼繼續不進攻 是因為他是3TC的關係 而且剛剛跟城堡 造成這一堆村民死去 所以沒有辦法 有更多的經濟 繼續往前推 那道特是利用了這一點 趕快把自己下面的軍事產能 全部蓋出來 從下進攻 讓對方全部的注意都在下方這裡 沒有辦法從這邊進去 造成對方 讓道特這邊過得很舒服 完全沒有壓力 好啦 那我們今天的影片 就差不多到這囉 那如果喜歡這部影片 請記得幫我按下訂閱 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